按照阴间之法 人死后便成为王者 需在49天内接受七位阎王的七道审判 即杀人、背叛、不义、怠惰、谎言、暴力、天伦 通过所有审判的人方能投胎转世 但能够在49天内就通过审判的人寥寥无几 只有生平做了许多好事的贵人才有此资格 江林、德春、解怨脉三位阴间使者奉命寻找贵人 已达千年之久 只差两位贵人 他们便可以达到让49位贵人顺利投胎的目标 从而获得离开阴间取人间转世的权利 2017年4月28日 三位使者的第48位贵人出现了 他就是为了从大火中救出被困小女孩 而创立牺牲的消防员金字红 使者们将一路保护金字红通过审判 并在审判中为他辩护 就这样 字红还没来得及与大兵出狱的母亲 以及正在扶兵役的弟弟秀红告别 就来到了阴间 作为正义贵人 字红首先来到的却是火汤地狱 集对杀人罪行的审判地狱 原来 在一次救火行动中 字红的同事被落实压在火场中 可消防员的职业道德却催促着字红去营救更多的人 当天 他共计营救出了八名被困者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事被火海吞噬 最终 判官考量了一命换八命的实际情况 判定字红无罪 并赞扬了他不畏生死 穿梭火场的一举 随后 字红和使者们穿过冥河 来到怠惰地狱 负责审判字红的是楚江大王 可字红为了养活生病的母亲 与年幼的弟弟 多年来身尖树枝 几乎没有睡觉时间 更谈不上怠惰了 于是 楚江大王也判字红无罪 接下来 字红和使者们 在承越剑林 去往谎言地狱时 途中突然出现了地狱儿 地狱儿是冤死鬼的象征 代表字红的亲友中 有人被害离世 为了查明情况 顶头职者江林 暂时离开队伍 去了人间 原来 字红的弟弟秀红 在执行时 被手下的新兵 袁冬岩 因枪支走火而误杀 中尉为了避免这一丑闻 阻挡他的升官路 竟连夜和袁冬岩 一起窝埋了 尚未完全死去的秀红 另一边 谎言地狱的判官 发现字红 给殉职同事的女儿志言 以父亲之名 写了98封 添过了来信 以帮助他 鼓起活下去的勇气 本应判为 匪造文书罪 但这只是善意的谎言 所以 字红依然无罪 这之后 他们穿过寒冰峡谷 来到不义地狱 和背叛地狱 因为字红是正义贵人 所以可以不必被审判 但由于冤死鬼的缘故 地狱内的状况 越来越不稳定 他们必须加快前进的步伐 而此时 字红也从使者们那里得知了弟弟被害的消息 另一边 江林找到了秀红被埋尸的地点 并将其魂魄带走 袁东岩自觉愧对秀红 便决定上吊自杀 在秀红的恳求下 江林才伸出援手 救回了他的性命 尚未担心被追查 便诬陷失踪的秀红是逃兵 母亲不相信 亲自来到部队 为子申冤 却被尚未阻挠 秀红的冤魂仍无可忍 便在军营内掀起狂风 并将母亲送回了家 第六层是暴力地狱 判官发现 字红在高中时 曾对弟弟秀红冷血施暴 且自此之后 长达15年都未回过家 只寄钱以及写信 并未获得被害者的原谅 眼看字红将被判以酷刑 德春连忙申请被寄刑罚 即将此案判决与第七层 天伦地狱的判决加在一起 恕罪并罚 但若在天伦地狱翻案 便可以免去刑罚 获取转世资格 主掌天伦地狱的是 地狱之主阎罗大王 而自红所犯之罪 是在15年前 曾试图杀死病重的母亲 随后带着弟弟自杀 这才出现了暴力地狱中 秀红被打一幕 因为秀红刚好看到了哥哥 打算弑母的举动 便与其发生了争持 而令自红没想到的是 当晚母亲并没有睡 而是听见了所发生的一切 那天过后 自红便带着愧疚 离家打工 供养母亲和弟弟 长达15年 直到牺牲 就在阎罗大王准备判决时 秀红的冤魂 也随将临 来到了天伦地狱 原来他也是贵人 解释天伦贵人 最终 秀红通过托梦 让母亲原谅了哥哥 兄弟俩都得以偷胎转世 而自红最后写给母亲的信 以及买的电饭锅 也带着最后一丝温暖 送到了母亲手中 人生在世 谁能一生不犯错呢 最难的并不是改正错误 而是获得被伤害者的原谅 对到与神同行时 又有几人 能坚持走到终点 我是熊猫 拥有温度的解说 为你还原每部电影的 灵魂内核 愿作登场 照亮你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